欢迎光临鲨鱼 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但同时荷兰也是还保有着皇室的国家 所以很多人就在好奇说 那在这个同婚合法的国家里面 皇室同婚的话是不是也能被大家所接受呢 这个议题近期在一些出版物当中都有被提起 皇室同婚的概念其实包含了某种新旧的冲突 因为皇室是历史悠久 留下来的产物代表着传统 但同婚是新时代大家所认同的共识 这个议题在网络上受到很多荷兰网友的讨论 而这周荷兰总理就宣布了这个问题的解答 荷兰的公主有权利跟任何性别的人结婚 即使选择的是非传统的婚姻 也不需要为此失去继承权 荷兰的公主凯撒琳娜 今年17岁 她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个与自己切身相关的议题作出回应 不过她一直都很低调 外界对于她的私生活也不怎么了解 荷兰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将同婚合法化 但是当时荷兰的民选政府似乎并不认同皇室同婚 但是现在时代已经更加不同了 世界上对于同婚的接受度都大大的提升 身为总是走在最前面的荷兰 于是又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 连皇室的同性婚姻也能接受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婚姻平权 不过在此同时 皇室同婚也将面临一个问题 因为在生理上 目前同性还是不可能一起生下一个小孩 所以在皇室的继承上 也许会出现问题 要把传统上重视的皇家血脉流下来 可能只能借用他人的基因才能做到 不过现在谈这个也许还太早 毕竟人家公主才17岁 性向有未知 补充一下 为什么皇室结婚的事情需要总理来管 原因就是 皇室结婚是需要议会的准许 未经议会准许就结婚 是会被迫放弃皇家身份的 所以原本皇室同婚不合法的状况下 如果跟同性结婚 就等于必须放弃皇家身份和继承权 弓箭感觉已经是一个旧时代的武器 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 不过在挪威一位男子却带着弓与箭射杀了五个人 四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因此身亡 这个弓箭杀手是个37岁的丹麦人 目前已经被逮捕 而且彻夜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 警方表示其实在案发之前 就已经与这个嫌犯有联系过 因为这个嫌犯突然转性伊斯兰教 然后警方就很担心他会变成极端分子之类的 所以就曾经有跟他联系过 结果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虽然不能断定是否跟伊斯兰教有关 不过总之就是造成了死伤 受爱者的年龄介于50到70岁之间 警方到场的时候五位都已经身亡 这起事件让人们都非常的害怕 嫌犯是在一个超市里面 开始他的攻击行动 警方第一次跟他对决的时候让他逃掉了 攻击开始35分钟后 警方才抓到他 有目击者看到杀手拿着弓箭 躲在角落瞄准大家 后来大家都落荒而逃 嫌犯未落网之前 警方也不断呼吁大家都待在室内 关起门窗不要出来 免得遭到射击 最后则是依靠警犬的帮忙 追踪到嫌犯的位置 虽然这起事件很可怕 但警方现在还没有断定这是一个恐怖攻击 也因为这起事件的严重造成民众恐慌 导致原本平常都不会配枪的挪威警察 也开始全面武装执行了 最近要展出一个范骨展 非常的特别 并不是在去展那些大家早就耳熟能详的名画 不管是星空还是向日葵之类的 这次要展的是范骨自认为最了不起的作品 也算是他临终前最后的作品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在那些范骨的名画列表当中呢 原因就是因为除了他自己以外 所有人都觉得那个作品是个垃圾 这幅作品叫做吃马铃薯的人 描绘的是荷兰的电农一家人 一起坐在昏暗的餐桌前吃马铃薯配咖啡 范骨一直相信自己画的这幅景象 是象征着乡村贫穷的画作 他一直相信这幅画能够在巴黎的画作市场大名大方 不过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人懂得欣赏他的这幅画 不管是买画的客人或是评论家 还是他自己的亲友 这幅画不被看好到 在范骨的生前完全没有被公租于世 到他死前不仅没有卖出 还挂在他兄弟的公寓里面乏人问津 很多人批评说他这幅画的绘画技巧有够烂 简直像是美术学校没毕业一样 画中的人有人吵了半边的鼻子 有人的手被画的短得太夸张 他朋友直接跟他说 你是认真的吗 拿这种画出来 不过其实这幅画被巴黎艺术界拒绝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这幅画实在是既阴暗又现实的 令他们难以接受 跟过去那种生动明亮 五彩缤纷的印象派主流作品 实在差太多 不过范骨本人呈现这幅画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种乡下的贫穷 真实粗糙刻苦的垫农生活 显零零的呈现 所以画工的糟糕 一部分也是为了增添这种氛围 范骨真的希望可以把这幅画和其中的理念发扬光大 所以甚至愿意迎合大家对他画工的批评 妥协地试图重新把这幅画再重新画过一次 画得精致一点 不过很可惜他最后还来不及画完就自杀了 而这次的画展名称叫做错误还是大作 除了这幅不被欣赏的画以外 还展出了这幅画相关的所有文书证物 让大家不只能欣赏这幅画 也能参考对于这幅画褒贬的辩论 算是一个很互动式的展览 每个来观展的人都能够在心中对范骨的这幅争议画作 自己来定夺这幅画到底是个错误还是个大作 非常的有趣 大部分的人搬家都是人跟东西搬过去另一个房子里面 但是在加拿大的纽州 有人搬家是把整栋房子一起搬走 有位女子她从小就很喜欢附近的一栋绿色的两层楼的房子 想着总有一天要把那栋房子买下 但是没想到还等不到那一天 屋主就想要把那房子给拆了 然后人地盖一栋新的房子 于是这位女子急忙跑去找屋主说 可不可以把房子卖给我 但是对方只有要拆房子没有要卖土地 所以说只能把地上的建物卖给她 谈好之后问题就来了 要怎么把整栋房子搬到位于海湾另一侧的预定地呢 在陆地上搬运整栋房子真的是不太容易 要花费的金额也会非常的高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在加拿大纽州古老时期搬家的方法 水运 在很久很久以前 当地的路上道路还没有很完善的时候 当地人都是用这种把房子丢到海里面运送的方法 虽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做这种事了 但是这位执着于绿房子的女子决定姑且一时 很有可能在过程中房子直接沉下去冲进大西洋 实际搬家的时候 他们把房子用多条绳索绑住 再开船去拖房子往前开 在过程中房子一度差点沉没 他们的其中一艘船也失去了动力 就在女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绿房子快要沉下去 美梦即将破灭的时候 附近的住户都纷纷开船来帮忙救她的房子 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胜利的把女子的绿色房子拖到了对岸 真的是非常奇葩的一个故事 不过房子拖到对面之后 就是一栋泡水的房子 房子里面的橱柜打开都会直接倒出大量的水 非常的崩溃 但是女子非常的开心 祝她的落水屋桥迁快乐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鲨鱼的朋友记得帮鲨鱼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在部Podcast中心心写下你的评论 非常欢迎在任何留言区的地方 写下对鲨鱼新闻内容的想法 我都会再回复哦 那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一个是时间比较长主题性的内容的 女友的纯粹物理性批判 另外一个是最近新的Podcast 听说动物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动物的小知识 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是追踪我的IG 希望鲨鱼可以顺利的在每周日四六与大家相见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